今天是2020年3月4日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外汇分析 今晚有我们两位重量级嘉宾 首先有我们王冠一教授阿sern 你好 大家好 亦有我们的曾经浩Aaron 叫得证券期货总经理 Aaron 你好 你好 今天跟大家先讲的题目 莫过于昨晚 即是星期二晚上 联储局突然间宣布减息半厘 这个其实令市场相当震惊 震惊在什么呢 其实在昨天港股收市之后 应该收市前后一段时间 就在传说 G7 七大工业国 大家开完会议之后 就传说不会联手做一些减息的行动 即是不会联手行动 但现在市场也在说会不会 其实可能大家都不会一起减息 转过头 其实几个小时后 联储局就决定减息 其实在时间上 好像不知是否有些问题 首先 G7 的会议刚刚开完 不久 其实两个星期后 3月17日 联储局就会议息 他就做了一个非常规的减息行动 这个非常规的减息行动 其实是自2008年金融海啸 之后 相近超过11年 说真的 减息可能大家都传得很厉害 但他这次的非常规的减息 有点不知想怎样 现在市场正在害怕 是否真的 疫情令到经济更差 所以昨天美股的速度很减 那两位对于今次联储的减息 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呢 其实呢 就是 今天那个明报出的报章 这个就是星期一拍 那时候已经在说 对这个减息 就不要怀有太大的希望 因为 我认为 无论是在经济 就是说到美国 是否在其他地方 和他比的 是否可以比 无论是在美国 无论是在经济方面 或者是在疫情的扩散方面 是吧 甚至无论是在股市 每一次都是 他只是调整了10% 这个是11年来 一个正常的调整 他每一次都是10% 但是 我觉得就算是FOMC18号开会 也不应该是 这么快的减息 或是减半厘 你突然间 昨天开完G7 第一个带头减半厘 是令到别人很多想法 很多想法就是 喂 你究竟是不是 你的疫情扩散很厉害 而你隐瞒 你当作是流感呢 是吧 第二就是 你的经济 是不是很不够呢 你担出来的ADP 都出来183,000了 是吧 那你的经济 不是很不够 你告诉别人 你的经济很不够 那你知识到挂了这么久 是不是告诉别人 你美国真的会走向衰退呢 是吧 还有你是不是 特朗普有压力给你 你借别人 借刀杀人 借G7 每个人都说要减息了 不如我们先带头减息吧 特朗普都立即在Twitter上抽水了 减息了半厘都不太满意 都不太满意 还要再减息多一点 再减息多一点 不要紧急 继续减息 减息完后 特朗普就知道 慘字是怎样写的 当美国减息减息到无息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人要美元 当没有人要美元的时候 你怎样叫救命 都没用 是吧 所以 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减息 你减息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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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道指飙升了六百点上去 是 即时反应 即时飙升了 即时飙升了 我的即时反应就是 刚才说过那些说话 立刻入到我的脑子里面 我立刻叫那些网友 我说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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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有网友执九百点 有些人执一千点 今天早上是平时 坐一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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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飙升了二千点 一辜二六零 随时可以扶到 昨晚临收市也好 今早上也能扶到 也是 昨晚我也是在做节目 11点完 上一点完 駕駛回家 駕駛的主持人打电话 例如说 ERROR刚刚减息 会减半厘 我这个节目 其实我的看法 我想和教授都一样 很相似 当然大家估不到 昨天立刻减 但是利率期货 其实都变化得很快 上个星期 看到美股不断急跌下来之后 利率期货就倒进去 要减半厘 即3月18日 其实是100%的 是没有人觉得减四分一厘 当时我自己个人看法 如果纯粹考虑 美国的经济状况 的而且和教授一样的看法 就是说 首先 你上年已经减了三次 你当时说明是一些预防性的减息 说了不减 你减了三次 其实是提早减定 理论上 你应该有足够的缓冲 有空间 正在应对经济下滑 经济放缓的空间 第二件事 就是经济 其实是否差得那么厉害呢 所以如果你减半厘 其实是比市场坏的感觉 很坏 当然 现在的问题就是 疫情不是说 你的息口是否便宜的问题 可能是供应链断裂 没错 大家躲在家里 不消费 当然可能是航空业也好 旅游业也好 零售业也好 零售业也好 甚至看电影 你都不会去电影 可能对Netflix那些 就可能好些了 你家里立即开个人家 打电影 是的 但是 变成你的减息 我想是比市场的信心更多 但是你真的帮到生意 其实不是很大 但是当然 我想 有些少少 我猜 就是联储局 为什么这么急着做事 一方面就是 上星期五收市前 他就出了一个声明 都被小友突然间 包围出来说话 要做些事情 星期一其实你看见日本 欧洲 即是黑田东宴 那些一样都出了一个声明 之后就立即开G7电话会议 还有今次G7 其实帮助是美国 美国牵头 所以 我自己个人估计 如果纯粹看自己利益的话 央行根本不需要减息 但是可能他 因为只有他一个 是有空间减息 其他的欧洲 是日本的负利率 那大家可能谈好 就说 不如大家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那可能我 我就带头减半 如果还有得减息 四分一的便减息 那没有的可能 就看有什么办法去做 就一起给予个信息 这个市场 就是 这个是 一次性 one off的动作 就是不关于经济 因为你看 昨天减息后 联储局仍然说 美国经济是强劲的 嗯 所以我想这个是 有少少联合 就是当是 旧市的一个味道 因为昨天 其实 G7会议前 澳洲也减息 减了四分一厘 嗯 马来西亚也减了 嗯 G7会议后 其实还有些 中东国家都一样减的 好像沙地 阿拉伯 阿联邮 那些央行都减了 就变了给市场的感觉 就是 这么多央行排队 一会儿 我们应该 看到加拿大央行 都要减了 加拿大央行 本身大家 是也是觉得不需要减 因为央行告诉你 不想减的 嗯 但是你看到利率期货 现在又是接近100% 99% 就要减息 甚至那些人也是 减半厘 减半厘 因为它 相对地已经是高息货币 嗯 它也有一厘七五 那么 减半厘 就是帮一帮手 就是让市场觉得资金便宜 我想 现在 现在面对的问题 就是首先当然 疫情大家都猜不到 几时会完 嗯 因为 我想最担心 其实一步步推测下去 就是 首先好像中国那边 好像稳定了 但是可能 去亚洲区 就是韩国 日本那些爆发了 接着现在就蔓延到 可能是意大利 伊朗 中东 伊朗 甚至其他地方 英国也有些确疹了 意大利 其实刚刚我看 有些 很厉害 除了封了城之外 其实有点像湖北一样 你躲在家里 你耳甲就不能踢 刚刚我看见 停学一样 就是两个星期要停学 你欧盟 你欧盟好像 没有染鸡笼 你实词要出事 德国又来 各个都有事 对不对 那问题是 我们现在 我们聚焦在 你减息 有没有用 我也想问这件事 因为其实昨天 我觉得 我自己的路里面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你真的需要减息 其实 你有没有那么急切的需要 说真的 刚刚我说过 两个星期后 即是3月17、18日 其实你都进行一个议息会议 其实 如果你要减息 开完会谈去减息 为什么你要这么急去减息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 其实现在的市场 反而是有一个 或者他想减息 就是稳定的市场 即是稳定大家的投资信心 你又刚好美股经历完大跌 但其实美股在星期一 是正在反弹上来的 是1500点上来 是的 就是说真的 如果你觉得 你担心股市急插下来 你想我减息 去稳定市场的信心 那你在乘着股市上升 即是反弹的势头 你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还有就是 你看到 我们只是看国债息率 其实昨天来说 一下子 你一拣完之后 是穿1厘的 0.91厘 是的 现在更好一点 刚刚摘在1厘的水平 是 但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其实如果你这样看 其实中观这么多东西 其实现在大家有点拘捕 就是 为什么要减息 是不是经济差到这样 说真的 对上一次 那么突然 就是一个非常规模 就是你真的 那个经济 或者你的市场 是面对的问题 对上一次就是雷曼事件 就是你08年金融海啸 再对上911事件 其实这些很特殊 很急切需要的时候 你做到这样的行动 但是正如鲍威尔说 其实美国经济是强劲的 我想他有点不仅是要想自己 因为我是这样想 如果他纯粹想自己美国经济 其实当然不需要减 但是他现在有点做一些世界警察的角色 都是全世界看我头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 刚才的教授说 息口减了有没有用 其实是没有用的 因为资金就算现在便宜的 那些企业其实是不会借钱的 因为你看到疫情又不知何时拖 我想背后的讯息是说 他担心就是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Q1的环球经济的GDP 都是差的了 都不用看的了 但是希望Q2可以的 希望可能 例如4月份控制了 但是现在你看到 好像有点失控 没有见顶 可能有机会 Q2也不行的 那些老闆自然不肯去扩充营业 就是说 我现在很便宜 你借钱 但是 或者请多些人 大家都不会的了 我想 回应刚才Carson 你说 为什么要 不在3月18日才减 可能就是要制造震撼的效果 就是更加令到 很明显 我想今天 那些财经版 全部的headline 一定是说 突然之间 意料之外 出售减半泥 那就抢了眼球 否则可能 在普通3月18日减半泥 未必是拿到headline 那这个是给市场一个问题 一个信息 那3月18日减不减减 有机会再减减 其实我没有记错 好像有些大项出了报告 其实 我不记得哪一家 但是就说 其实都有预期 可能未来那次认识会议 我刚才过来前 我看利率期货 3月 大家现在就觉得100%是不维持不变的 但是其实如果 刚才Carson有提过 就是说 之前那些非常规的措施 什么海啸 911也好 原来看回历史 当然那时候我们可能 还在读书 还没有亲身经历过 今天海啸也有经历过 但是它是做了这件事之后 两个星期下继续减 都有这样的例子 有前科的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现在就是 市场觉得它减了半厘 就休息一休息 但是可能到时又再震撼一下 就是大家对3月份的看法 这一刻未反映大 你看利率期货4月份的减息 其实都超过55%的 所以都觉得仍然是上半年 要再减多一次一次 一次或者两次 所以这个对美金 我想是有点压力 但是我想另一方面就是 可能真的对企业 是有些帮助 就是去还息 可能资金成本 你见可能就算香港那些 HIBOR 都跌了下来 那另一方面 我想其实因为美股上个星期 跌了超过10% 那些公司的企业盈利 其实就是 因为很多都是环球性的公司 可能你说P&G也好 波音也好 麦当劳也好 全世界都有业务 所以你会不会是 它要迫着急着出手 因为全世界都不行 大家都躲在家 会不会令到大家的企业盈利 都很严重呢 所以它变成出手 迫着出手 不肯定教授 能否同意你的看法 我是这样看的 琴琴青等不及 18日 开会减半厘减半厘 怎样搞个震撼弹 震撼什么 你现在震撼到什么 震撼就是 震撼600点上去 到插1300点 那 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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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撼了